哈喽 大家 我是八哥 现在我在越南北京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之前我过来在北京这边 然后逛逛 给大家拍一下 越南北京工业区的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啊 嗯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是上下班高峰期 这会人非常多 这会周边工厂的这个工人基本人都陆陆陆陆陆下班了 呃 在越南这边的话 他们大部分人都骑摩托车出行的 所以我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 走路的人很少 走路的人非常少 大部分都是骑摩托车的 你看这个 摩托车是 络绎不绝 呃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非常热闹 北京这会的话 嗯 越南最大的工业区 所以 所以这会的话 工厂特别多 工厂非常多 所以这里 打工上班的人 人也非常多 一到晚上的话 嗯 这边的话 非常热闹 很热闹 你看 大批的这个员工 他们都下班了 他们下班 然后走路 呃 回出租 因为在附近工厂上班的这员工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对面这个村子里面 呃 做房子住整的 因为对面村子的房租很便宜 基本上的话 就是人民币三四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嗯 很便宜 他们的工资现在也有两千多 将近三千块 呃 工资也不是很高啊 但是还行啊 嗯 最主要是对面 红冬村的这个房租比较便宜 所以很多人都在对面这个村子 做房子住呢 嗯 你看 现在七点钟 这会儿我感觉是下边高风气啊 嗯 过来的下边的人很多 你看 嗯 都骑着摩托车 然后回那个 回那个村子的出租屋去的 人非常多啊 场面非常壮观啊 这附近的话 有很多中国工厂 北京这边的这个工厂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东南亚海 然后搬过来的 越南这边的话 他最主要是承接着嗯 中国的这个产业转移啊 所以所以他这块工厂的话特别多 工厂很多 所以嗯 从越南北部山区过来 这边打工的人很多 你看 一到晚上 人太多了 你看 络绎不就的摩托车 摩托车一往一眼望不得头 嗯 真的是一眼望不得头 看全全是骑摩托车 这边应该是上班的吧 有上班的有下班的啊 嗯 他们这边的摩托车大部分都是 嗯 日本品牌啊 日本摩托车 你看 他们也非常壮观 你看 这会儿又有很多人 嗯 骑摩托车过去了 你看这个路口 我这会儿站着这个路口 这个摩托车坐的都说不清 越南的话最主要是摩托车坐 整个马路上都是摩托车 汽车的话 说实话还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因为越南的话 它没什么汽车工业 嗯 所以越南的话 汽车来说 还是比较贵的 因为越南的话 它现在也没什么 自主品牌 它的汽车都是从 韩国 日本进口的 所以越南这边的话 汽车很贵 汽车真的太贵了 实际上一个汽车都是十几万人民币 所以 所以大部分人的话都是骑摩托车上班出行 而且他们的摩托车也比较贵啊 一台摩托车的话也是一万多 在这边打工的这个 在这边打工的工人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骑的摩托车 他们能买一个摩托车的话都不错了 因为这个两三千块钱的工资 买一台摩托车也要 呃 攒半年的工资啊 有当然可能甚至要攒上一年的工资 才能买一台摩托车 你看这边一到上下班啊 嗯 场面非常爽观 越南的话 这个汽车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越南的汽车跟咱们国内的话 呃 还是没法比的 没有咱们国内汽车多 国内马路上汽车很多 嗯 摩托车比较少 电动车的话多一点 嗯 越南这边的话 基本上是 没有电动车 以摩托车为主 最主要是越南它这几年 承接着这个 中国的产业转移 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 低端制造业 低端加工业 基本上都是 转移到了越南 所以越南现在这个 工资越来越多 嗯 工厂越来越多以后 它这个 工作机会也是非常多 嗯 工作机会多了以后 工资也是水涨残高 我估计在 我估计在过几年 随着 越南工资的这个增加 我估计肯定一些代工厂也受不了 嗯 肯定有一些代工厂受不了 越南的这个物价 还有这个工价 这个成本 有可能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因为这些低端 嗯 加工贸易 低端代工厂 它最主要是选择这个成本低的地方 以前欲南工资比较低嘛 所以他们都跑过来了 嗯 现在随着越南的工资 嗯 步步高升 我估计以后这些代工厂 可能也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嗯 因为这边的话 转移过来的大部分工厂都是 嗯 低端制造业 没有什么副价值 不是高科技 不是高科技残业 所以越南的工资 如果再继续上涨的话 肯定有一些 嗯 工厂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啊 在在欲南这边的工厂 嗯 基本上都是以外资企业为主 基本上都是咱们中国 还有韩国 日本的工厂 大部分外资企业的这个高管 还有技术员都是从国内外派过来的 嗯 普通员工都是从 云南当地招聘的啊 嗯 嗯 云南这几年 说实话 经济的话 还是有飞速的发展啊 这几年 云南经济 确实发展是挺快的 嗯 但是最主要是 云南没有 这个核心的高科技 产业 没有这个自主品牌 没有 嗯 就是就是 产业没有副价值啊 都是挣的这个辛苦钱 所以他的这个经济 就是大而不强 咱说这几年 发展是挺快的 嗯 但是经济的话 没有核心精通力啊 嗯 然后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 拍在这里吧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